肝越堵瘀越多 中医教你疏肝活血 化尽一身瘀血疏通全身瘀堵 中医认为肝主一身之气 而气能推动血液运行 如果肝瘀气肌瘀制了 那血液运行就会容易出现瘀堵的情况 这时体内就容易产生瘀血 所以说肝气越堵瘀血越多 因此对那些压力比较大 情绪经常不稳定 脾气暴躁易怒 舌头伸出来两边鼓胀的人 如果发现自己舌下青筋粗紫 嘴唇颜色发汗 舌面出现了瘀斑瘀点 甚至是舌头颜色发汗 平时身上容易刺痛 稍微磕碰就容易出现瘀青肿块的时候 那想要参考化瘀的中程药 比如学服猪油耳调理时 最好是搭配着疏肝理气的中程药一起 比如柴湖疏肝丸 因为这样才算是治标又治本 不仅可以将体内现有的瘀血解决了 还可以保证气机运行通畅 血液运行通畅 不会产生新的瘀血 那可能经常关注我的粉丝就发现了 之前说的不是用学服猪油耳搭配着补羊的药一起用吗 为什么现在又换成了疏肝呢 这也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重点 我一直强调大家在学的是调理思路 要懂得辨证 而不是盲目的去跟风用药 就是因为病是多种多样的 阳虚后可以产生瘀血 肝瘀后同样也会产生瘀血 如果你今天舌头伸出来以胖大滑湿 舌面上有瘀斑为主 平时显著的症状就是怕冷 手脚发凉 那你调理的思路就不是刚才提到的疏肝加化瘀了 而是补羊加化瘀 比如学服猪油耳搭配贵夫李中耳 又或者你舌头伸出来后 舌苔厚腻发白明显 然后舌面也有瘀斑瘀点 平时不仅身上刺痛有瘀青 还伴随着四肢困重 头面出油 嗜睡 嘴里发黏 大便 吸糖等 弹湿重的情况 那我们可能就得考虑你的瘀血是有弹湿引起的了 毕竟弹湿性质粘腻 也会阻碍气血运行 导致瘀血的产生 所以这次调理思路就又变了 化瘀加化瘀了 因此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 对症参考用药 而不是盲目去跟风往胜的忠诚药 也不管对不对 自己的症就去用 那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效果不好白费劲 大家明白了吗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